财经APP 昌明终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去欧洲看了一个月 是看一个月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玩跟工作都有 如果是玩的话 那太不可绝 应该休息一下 昌明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心知呢 最近机器人非常的热门 太多机器人的新闻跟议题 也跟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很有关系 那我们就先看机器人最热门的就是日本 日本他们现在就有非常多的机器人 现在生产了很多不同的机器人 那我们之前有报告过 就是说郭董 富士康他们代工日本软银的这个机器人 叫做Paper 秒杀 对秒杀 卖得很好 它是情感机器人 它可以上帮人做对话 或者说当那种销售的这个代理人 所以还不错 可是最近发生很多很多被性骚扰的事件 你性骚扰 谁会去性骚扰机器人啊 就是一些比较奇怪的人吧 他们就是想要就是说 对这些机器人有一些不雅的行为 你说是日本吗 在日本当地吗 对在日本当地 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可能就是去触摸他 然后或者说是故意跟他讲一些比较青涩的话 这样子 对 所以这样子他会有反应吗 还是说他会设置一些奇怪的APP在里面呢 有些开发者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软银公司就强制让大家就是 租用这个机器人的合约里面加入就是说 你不可以使用与任何性有关的目的 对 不然他其实他是可以互动 比方说我问他一些问题 他是可以回答 是 对 可是他现在 他现在有这么聪明吗 已经可以进化到 可以跟他对话在情色方面的这个问题吗 有 比方说有个工程师他写了一个叫虚拟乳房的程式 是 把他装在配本上 那 这机器人他的乳房一直被摸的时候 他就发出一些很舒服的声音 哎呀 对 这个其实是 是 非常的那个 所以说软银就人无可人 他们就想办法要禁止这个机器人 OK 所以是现在软银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吗 对 可是他卖出去的怎么办 已经都卖出去了 可以追加条款吗 追加工程师这个强制性我觉得就不高 如果说真的有人买来自己用 拿来做这个其实是 没有办法去防堵他的 天哪 这个我们的社会真的太恐怖了 现在还会性骚扰机器人 这个大家听听看 所以这个机器人的使用的范围 真的是蛮广泛的 对不对 对 那未来可能 人类也可能爱上机器人吗 有的大学教授就发表这样的研究 就认为说 未来其实人类可能跟机器人 是会有一些互动的 那有一些作品也有提到这样子的故事 那可能未来都会 可能会成真 哇 所以你的未来可能会跟机器人谈恋爱 人类 但是我想说这会有一种规范吗 因为所谓有科技伦理吗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会对机器人会做这种 这种类似的规范吗 是说不可以跟人类发生什么样的 我觉得到时候会有 因为现在机器人有个三大定义是说 他不可以攻击人类 不可以伤害人类 然后直接规定 可是未来真的人跟机器人的互动 他应该也有一些规定会出来 对 那未来有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性爱的机器人 对 可是这个其实就是看市场跟规范怎么样去发展 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那么 我们如果是讲直白一点 就是说 日本版就有充气娃娃这样的这个东西 对 他就是说在这个充气娃娃 让他再进化 嗯 是不是 对 类似这样子 就变成所谓的性爱机器人 嗯 嗯哼哼 现在已经有 有性爱机器人出来了吗 对 我们现在 接下来就要讲 已经开始有这种机器人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 Painer它是被性骚扰吗 是 可是它不是设计来做性爱用的 可是现在就是在美国 有个公司叫做Real Door 真实娃娃 它想要做一个 有人工智慧的 橡胶冲击娃娃 然后就 有一些 性爱互动的功能 然后另外 在True Companion也发表这种 性别是女性的性爱机器人 叫做Russie 然后男性的机器人也在开发中 是 哇 这个有点像我们那时候看 AI人工智慧 对对对 那个不是有一个 求德洛的角色 对 他就是一个性爱机器人吗 对不对 对 呵呵呵 不过他是男性啦 对 不过这个东西是 现在能说 有没有法律在规范呢 现在目前还没有 呵呵呵 那目前就是 还在开发中 可是就有很多人会有反对意见 是 像有的人就认为说 其实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会加深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是 可能会物化女性 甚至说是呃 物化男性都有可能 而且 也会让大家注意到说 哎 那就只要肉体关系就好了嘛 我们不用其他的这种性感交流 所以这是负面的 可是正面的 看法是认为说 哎 对于一些可能上偶啊 或者说是单身者 或者说是老年人 他们可以解决他们的性需求 对他们的心理也是有帮助 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还在论战中 嗯嗯嗯 不过在科技的发展当中 这个未来的的确确有可能 对 这个确实是可以成功的 对 所以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发展呢 大家看得办好了 对对 好 不过呢 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嘛 人工智慧嘛 的发展到后来 哎 现在连手机上面 也可以发展成机器人啊 对对对 这个其实跟 呃 日本有个作品叫做 人型电脑天使星 它是一个动画 嗯 它就是讲说人型机器人 就是一个机器它有装电脑 然后它可以跟别人互动的 对 那这是一个 那你没有提到一个 非常小的手机 携带型的机器人 嗯 就跟手机一样大 然后是这个 我刚刚讲那个 人型电脑的 的分寸 分身或者是说 一些功能可以用在 这个小上面 是 那现在刚好就有一个 日本大厂 就是Sharp 嗯 它是推出这个新的 叫做Robo Home 一个人型机器人的 行动装置 是 对就很像一个 小的机器人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 带在身上 然后 它可以跟你互动 然后提醒你说 哎现在要干嘛 现在要干嘛 然后它是 你就会比 觉得比较人型 这个比Siri还要在 更 实体吗 对实体 因为Siri你看不到 它的存在 对对 但是这个 它有表情吗 哇好奇 好 不过呢 因为它多大呢 因为我们这个 有时候还是 卫星手机太大 对对对 它大概 19.5公分 哇 不小 不小 但是如果太小 又没有存在感 然后它大概 比两只iPhone6 Plus重一点 它重量是 390公克 不算轻 对 不算重 对对对 那它的功能性 很丰富 比方说它可以 有声控功能 是 声音跟脸部 辨识功能 比方说你把他拿靠近 然后他就知道说 这个是主人 可能就会跟你讲说 打招呼啊 或什么的 哇 而且它还可以双脚行走 坐卧跟跳舞 是 对 那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神奇 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之前我们有报导过 就是说一个叫做 若比机器人 然后它是它的开发者 就是高桥志龙 他亲自开发 然后Shop就跟他完成 这个很棒的 这个次世代通讯装置 这机器人 它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 辅助你的通讯用的 对就是说 可以让你就是说 可能露营啊 或者说做那个 视讯会议 它都可以帮你完成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很像 那个AI人工智慧 里面那个小熊的角色 对 类似 类似 然后它就帮你录影 然后帮你去储存一些记忆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 那个小熊好像还是不能打电话 这个主要还是 还可以打电话吗 对不对 打电话之外 还算讲的是 它有一个投影机 是 有ED的投影机 所以它可以把 你可能录过影像 就是在投出来 给大家看 其实就还蛮炫的 哇 这个 电影的这个情节 好像都成真 对越来越成真 而且它有预摇的效果 因为它的眼睛很可爱 然后其实 其实是 整个来讲 其实是 我觉得会影响蛮大 那这个东西是 目前在机器人产生里面 就是最跟一般人有关性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说 很多机器人都是用在 生产 是 工厂 那跟一般有关 可能我们刚刚讲过 Peper机器人是 卖东西的 是 对那或者说是 还没有上市的 新鸭机器人 可是这个 随身的贴身小助理 Webber Home 它应该会是 比较便宜 而且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 小型机器人 你说这个价格 对 那一定要问一下 这个真的会 这个会在哪里呢 这个价格落在 我觉得应该在 几十万日币 就是说至少在台币 几万块 会比那个 Peper便宜 会比便宜 对对对 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而且它的功能 你看它的CPU 用的是高通的CPU 因为我们知道 Peper好像是卖到台币 大概四万一一 你看好像是 快五万六万 四万五万左右的价格 它如果是比这个 Peper便宜的话 应该会再低 应该会再低 而且它的效果是 不错的嘛 那它明年上半年 就会上市了 哇明年上半年 大家这个拭目以待了 对 这个 不晓得会不会把 苹果的风采 抢回来一点 哎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一下 它用的是什么 什么系统啊 我觉得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Android OK Android 扳回一层了 OK 恭喜Android OK 那实在是不得了 对 因为它用的是高通的CPU 那它的一些装置 其实就跟Android手机 其实是一样的 是 那只是说它把它做成 机器人的外观 哎呀 不晓得这个苹果会不会也 这个随后也发展 一款这样的机器人出来 好 不过呢 这个机器人 刚刚除了这个刚刚讲嘛 有很多功能在 还有疗愈的功能 也这个像那个Lobo 应该是Lobo OK OK好 那现在呢 好像它也可以用在战争上面 对不对 对军事上 我们知道说像那个 魔鬼终结者 就是 就是因为机器人很强 所以就占领全世界 对不对 好 那美国国防部也有这样子的计划 他们就是高等研究计划 就叫做TAPA 也就是 搭戏称的那个神盾局的前身 是 对 好 那他们会做什么呢 他不见得是做一个 他们已经有那种无人机了 是 跟那种探索隧道那种小心 铝带机器他们就是去探索那个坑道 然后去看有没有敌人对不对 那现在最新的就是说 要把人类也装可能跟机器人有关的一些装置 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是 变成更强的士兵 不过那个这个东西 因为我看之前你讲那个这个机构嘛 对 他好像有出那个叫做机械狗 对不对 有 对 专门 我那时候 探测用跟侦查用的 我以为他看到他可以载那个重物啊 对 就是快速的运输战场上的东西 这个可以做 那他们就觉得说 那其实 我们就是光做一些机器人之外 那我的士兵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强 是 他们就设计了这个东西 叫做 一种新的晶片 就是把它放到那个士兵的大脑里面 可以让他有更好的这个效果 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之前那个电影 什么电影 那个女生演的那个电影 你说露西吗 露西 对 就是利用这个外在不知道什么样的这个装置 然后让他这个整个这个身体上面变成更强化嘛 对不对 对对对 OK 不管怎么样啦 不过是成功了吗 目前他们现在已经成功了 就是测试的部分就是说 把晶片植入大脑组织嘛 那我们这些 更早他们就是在什么 修复这个神经抑制啊 他已经在测试了 是 而且有士兵就是因为他是受伤的 那他会要去恢复这种伤害 已经是自愿成为词验对象 是 所以国防部他们通通都已经做了 就是美国国防部 但他们没有对外公布太多的细节 对 那他们现在就是说 这是医疗用嘛 医疗用 对 对 所以他还是没有讲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当做武器嘛 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事实上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晶片放进去的话 我不但就是说让你的这个 可能你会得到很多资讯 也可以提升你一些大脑的能力 是 比方说反应更快或是干嘛 这只可以做 那对人来讲就会变得比以前还要更强大 而且这个研究就是说 因为在医学上已经是证实是可以操作的 是 那你运用到战争上 我觉得只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这个事情 这个会让别人会有一些质疑是说 我这个让这个身体更强大 但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会不会也伤 同时也伤害到身体 这个有可能 对 所以这个会不会在医学伦理上面会有一些争议呢 就是说我今天愿意做这样的实验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它可能有副作用嘛 这个我们在电影上也常看到 也是这样的事情嘛 对没错没错 最后就把那个人要追回来 对 对 但是如果说 为了什么 什么国家安全什么的 天哪 可能会有人就是要自愿成为做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 或者是非自愿也有可能啊 所以就看到什么什么 洗脑可能就会发生 OK 像陆西就是非自愿 非自愿 OK 那因为这种晶片其实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大脑都是 都是跟身体都是用神经连接嘛 嗯哼 都是靠生物电在传递 是 确实有用到电 嗯哼 那我们就做好一种系统的线路是可以让这个电 跟晶片跟晶片能够连接上 是 那他去判读他的讯号 或者说呃让这个讯号能够再强化 嗯哼哼 那目前在做这样的研究 好 就修复神经的部分 我看这个医学上面应该是比较 好像有用啦 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人体当作这个武器啊 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看看后续会怎么样发展啦 不过呢 刚刚讲说那个人工智慧嘛 对不对 对 人工智慧的发展现在到底 我很好奇耶 到底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模拟 到底可以到几岁啊 人类的在几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目前大概就是 马上理工学院他们有做一些研究嘛 是 他们AI测试的这个系统的智商 目前就是只有四岁的儿童 这个让我很不解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 哎我不晓得那个之前不是说什么 奇王跟那个电脑这个对异吗 对对对 他那个也算人工智慧的一种 也算 但是但是但是他们 针对的目的不一样 比方说像像西洋棋 是 他已经很明确就是说 哎就是这一套棋路 没错 他只要算这个就好 他不用考虑任何其他的东西 我不用考虑说 啊这个对手的这个表情很严肃 那他就 他只要专心在棋就好了 所以他不需要判读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所以他只要针对战略上面 对对对 棋数上面 对对对 所以说他的生活上可能是 一岁零岁 可是他在棋上可能是 好几十岁的成人 好 那我们他们他们现在这个测试 这是针对一般 泛用型的人工智慧 是 因为我们最终就是希望能够创造这种 人工智慧 就是说他能够正确回答我们任何的问题 我问他什么东西他都能够去解决 是 可能我现在测试穿上说 他大概就只有四岁的儿童 对 比方说他会问你一些题目 可是那些题目可能就是说 我们正常人都能够理解的 是 可是对人工智慧来讲 其实他回答我的答案 会让你有点啼笑减肥 可是他还是有回答 OK 我之前看 这是这两天 我看那个电影第三类接触 对对对 那他就里面就是 因为他不是就开始身体有变化 男主角 对 然后就是开始变成像有超能力一样 然后就是说常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或是智力突然变得很高 可以很快的看书这样子 然后他就去接受测试 接受测试的结果呢 就是那个测试的人就问他说 呃 譬如说 Suppose就说 他说1960年之后 如果有一个人他活到现在的话 他会是几岁 嗯 然后他就反问他 那请问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嗯 对 他就会 他就问他很仔细的 这个问他问题 对对对 好 他说有一个男人1960年之后呢 活到现在会几岁 请问他 是不是健康 嗯 他有没有其他疾病 就说他好像对于这样的问题要非常仔细 他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那我不晓得这样 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跟这个人工智慧的训练是不是类似 类似 类似 结论 他才能做出正確 對 正確的 對,如果你給他一個很模糊的問題 他可能就會 他就可能沒有辦法抓住你 你到底在想什麼 對,就像我們用Google搜尋一樣 我們說不是搜尋一大約的結果嗎 那這些結果其實 是機器自動判斷出來說 哪些比較熱門 比較多人看就是這個 可是 有時候不是正確的答案 對不對,有時候這樣子 所以說你需要有一個 判讀的機制 那我們人從小就有這個 能力,就是說有人會告訴你錯或對 可是機器它是沒有 你要一直去修正它 那其實 建起來可能需要很大的資料庫 所以這證明說什麼 就是說人工智慧 它還沒有辦法處理很複雜的思維 對,沒有辦法 所以他這個 所以我剛剛講這麼多 這有關機器人或人工智慧 就是說他其實要取代人 還是有一段這個距離 要,我至少要好幾十年 至少思維上面 對,思維上面 可是一些基礎大量重複性的工作 比方說蓋章 或者說很多很多計算的處理是重複性 比方說我要計算說 這些道路到底有多長多寬 我們人去算就覺得很煩 機器算不會煩 那他就做 而且不會累 對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講到一些道路上的問題 就是說 比方說性愛機器人好了 可能人真的會很煩 可是機器人不會 所以重複性的東西可能就是 可以適合機器人做 是 那人工智慧就是會解決這些 重複性的問題 可是如果說是泛用的 複雜的問題 其實這個還要 我想要至少要好幾十年 是 我們這個新一天才跟我們這個 教會弟兄在討論 對 那個 他說未來十年搞不好 這個醫生都會被取代掉 那他就很擔心 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太多需要 人工判別的東西 比方說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 剛好是什麼 司法院 他們不是做了一個大智慧系統 就是說 法官判決的時候 不是要去比較一下 前面人的判例嗎 是 要看判例 對 他們就做了一個系統 是 你快速可以知道說 這是切到罪 然後是男性幾歲 他會列出 所有的判例的 那個結果的 那個 比方說刑期是 有兩百個人判十年 有二十個人判三年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比例 是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判決 是否跟這些人是接近的 那你用機器當然去判案 OK 可是你還是要人來判讀 是 對 他有一些權重 所以這種東西就變成說是 還是需要靠人 所以 醫生不用擔心說 他工作被取代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說 財經新聞不是用機器人去撰寫嗎 是 可是很多東西其實是 還是需要人去調整 嗯 才可以看嘛 就像我們用自動翻譯一樣 你翻譯完之後 那些那些那些字 其實你就覺得 好像怪怪的 嗯 你還是要修過 所以人的價值就會在 這種細微的調整上 但是細微的調整 這個機器人後來會不會跟上 會 可是我覺得要需要 很長的時間 哎呀 因為 學習這種事情 其實是 很困難的 是 你看我們一個人學 二三十年才成熟嘛 嗯哼哼哼 機器人我應該也要需要這樣子 好譬如說我們剛剛講說現在人工智慧是四歲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四歲 就是AI人工智慧發展到現在 對對對對對 如果這樣的話 你看已經 二三十年他才長四歲而已 OK好 所以你意思是說 這二三十年才八歲的樣子 而且你知道這些理論也都是最近才發展的嘛 然後半導體晶片不是CPU越來越快嗎 是 這也是這幾年的發展 嗯哼哼 那你 他要一直累積東西下去 我想要很長的時間 是 對所以說我才剛才想說一定是二三十年時間才有辦法有那麼快 嗯哼 除非說人家找一個方式是說我可以快速的讓這些人工智慧有 超級進步的成長 是 他可能就可以 哎 一下子就長了五六歲 嗯哼哼 所以你可以看像之前那個電影啊 魔鬼終結者最新的一集什麼創世紀 嗯哼 他也有提到說他們的人工智慧就是因為 一直有更多資料進去 他本來預期說要長一年才能夠長大 嗯哼 他現在可能三個月他就可以變快 是 對 哼哼哼 所以這個日新月異啦 誰知道未來會怎麼發展 對 搞不好就天晚上就出現了 哈哈 不過提供給你這個做個參考啦 好 今天是等於都在講這個機器人 好啦 這個今天這個時間也到了 不過今天是應該是我們這個跟科技新報 最後一次合作了 對 我們也謝謝昌明長期以來的這個支持啊 帶我們的聽眾朋友還有我個人啊 進入到這個浩瀚無垠的科技世界裡面啊 了解了蘋果 還有好多事情喔 好啦我們這個謝謝昌明 希望我們還有機會合作 ok 好謝謝昌明 謝謝 謝謝